今天就是一年一度的冬至节庆 而在今天淡水登公里办公室与老人会就举办了一场搓汤圆活动 邀请到附近的长者与居民一起来参与 而在搓汤圆之前为了长者的健康 由区长带头为大家带来动健康运动 里长说为了让长者都能够来参与 特别准备许多的面团 再由社区志工发给大家一起来感受冬至节庆 今天就是冬至人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把我们登公里的一些长者 一些志工一起邀过来我们的支收站这里 搓汤圆 吃汤圆 然后也新北动健康 也告诉我们一些长者 自己要活就要动 那希望大家吃肉粒 而且是健康的吃肉粒 里长表示许多长者在家里面 一个人搓汤圆相当孤单 通常搓了几颗之后 就没有兴趣再搓下去了 因此为了让大家聚在一起 每年都会举办搓汤圆的活动 让长者都可以一边聊天一边搓汤圆 而区长更为此与大家一起来同乐 那所以号召这些我们银法族的长辈们 出来搓汤圆 甚至动健康 大家一起动一动 因为刚才跟老人家在搓汤圆的时候 他们也说到 就是在家里搓 搓两颗就搓不下去了 那在这边 因为大家也可以一边聊天 一边搓汤圆 所以说大家搓得非常有劲 那真的 台语有一句话 说银子收好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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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区长也希望藉由这样的活动